12月24号下午3点到5点 杰城欢迎您来观赏圣诞剧《他的后半生》 这个故事讲述了一个精打细算 生意有成的商人 钱是他最大的追求目标 以至于他不但被钱捆绑 而变得吝啬贪婪 错失了人生中最宝贵的爱与关系 还赔上了健康犯了法 在这个社会中 其实有不少这样的人 这种人会转变吗 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行老板他的故事 非常欢迎大家可以在12月24号下午3点到5点钟 来到One Thing基督教会 一起来观赏这一部圣诞剧 在会后还有聚餐哦 各位观众 一定要去看这个东西 菲利亚会亲自的演出 你一定要去看 想要看菲利亚忘词吗 想要看菲利亚初秋吗 所以千万一定要这个星期间去那边看哦 One Thing Christian Church 在节目开始前请到我们的Coffee加入我们的会员 我们的事工需要你的帮忙 加入会员之后就可以到我们会员专属的群組里面 现在就是我们建立社群的时候 现在就是我们必须找到可以彼此信任的人的时候 现在就是找到共同价值观的人跟家庭的时候 里面只有支持AINews的人 也就是说他们全部都是支持我们价值观的盟友 不管你在乎的是家庭教育 后院农夫 还是你只想要在你的社区里面找到可以信任的人 在混乱的时代里面增加你跟你家庭的生存几率 都请你加入 好的 现在来到我们今天的新闻节目 哈喽 大家好 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我是莫莉莎 我是伊坦 今天要来跟大家讨论一个我们生活当中发生的事情 这个事情引起了我的反思 我跟他讲完了之后居然也引起了他的反思 我当时没觉得说这个事是一个好像说多么重要的事 但是好像一讨论了之后发现有一些讨论的必要 对我来讲因为这个样子的事情太常见了 我们看到太多的基督徒有这样的想法 甚至我看到牧师有这样的想法 绝大多数的人都是这个样子看自己的人生 看自己的世界 看自己的信仰的 你先把你的这个故事讲出来 不然我就乱七八糟屁跟他手一堆 好 那就给大家讲一下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这个是真事 是我碰到的事情 就在三天以前 我跟另外三个人在一起聊天 当时是去办事 一个男的跟两个女的 我们的对话是在英文里面的对话 男的老外他就说 他说你有任何的事情 你都可以随时随地的找我 你可以随时打电话给我 如果你发生任何的情况 他说但是周六周天你最好发信息给我 因为周六周天我想留一些时间给我的家庭 我说那很好 我说周六周天你不上班的时候 你就是不要接电话 因为你不是金钱的奴隶 他虽然认为说他应该有休息的时间 但他并不认同说金钱的奴隶的这件事情 他说那我要问你一个问题 人呢是work for live 还是live for work 他这样来问我 那当时呢我们身边的几个人 大家大概都在思考 他就是感觉想一下 他说你看是吧 他的意思就说人其实生来就是要工作 就是你活着的目的和意义 就是为了要赚钱 我说那你如果要是问我这样一个问题 就是是work for live 还是live for work的话 我一定不是work for live 就是work for live 就是说你工作是为了生活嘛 然后live for work 就是你生下来就要干活嘛 大概是这两个意思的区别 我就说我说那我不是work for live 就是我工作 并不是因为我生活不下去了 所以我要工作 然后我跟他讲说live for work 你要明白是work for what 就是你活着去工作 你工作是为了谁工作 你工作的目的和意义到底是什么 我跟他说 我说我的意义是什么 就是I only work for my God 就是我只为了我的神 而做一切的事情 他就跟我说 那你的神要是那么好 他说你的神会给你付房贷吗 你的神会给你付一切的钱吗 我说我所有的一切都是上帝给我的 他说那你就在家躺着 什么也不做就好了 你为什么要出来呢 我说神并没有叫我们做一个懒人 也没有叫我们做一个什么也不做的人 我这句话说完了之后呢 他们三个就开始哄堂大笑 其中有一个女生 她还是基督徒 我有看到她朋友圈里面发微信朋友圈 她说那个上帝真好啊 她有去教会啊敬拜 神对我们真好啊 还怎么怎么样 还有发经文啊什么在朋友圈里面 可是她没有办法明白 我在讲的是什么东西 他们在嘲笑 我说我only work for God 那其实这样子的一个想法是 我们每一个做事工的人都会遇到的 连周一方牧师 那时候他爸 你记不记得周一方牧师讲的那个故事 他爸爸在纽约遇到了一个人 他说千万不要当牧师啊 牧师当你做什么师都可以 老师医师律师都可以 但是千万不要做牧师 为什么因为牧师很穷 那在我的生命当中也是这个样子 像我妈就觉得说我干嘛要去做这个样子的东西 会觉得说你一天到晚去做这个 你上班的时间这么的长 你要做这么多的research 你工作比别人都还要辛苦 你要读那些东西 你为什么就不能去像说我之前的话 一个当一个设计总监 讲出来又有面子 等于就是可以让我不知道这样子形容 对不对啦 工作是为了退休 对 对工作 工作是有一天什么都不要做 那我就完全不认同这个样子的一个想法 我觉得我现在做的事情我可以做一辈子 而且我会有兴趣做一辈子 我不会觉得疲劳 我不会觉得痛苦 我不会觉得难过 因为这是我喜欢做 而且我觉得是有意义的事情 但是绝大多数的人看做事工的 看到教会在做的事情 看到在传福音这些东西 会觉得说这是一个很傻 而且很愚蠢的一件事情 甚至连基督徒都会这样子想 你刚刚提到那个女的 她是基督徒 但是她一听到说 你工作是为了神啊 你生活是为了神啊 这对绝大多数的人来讲 包括基督徒是多么愚蠢的一件事情 就像我的太太很支持我现在做的事情 但是说真的 我赚的钱就是非常非常的少 别人会就说 你不像个男人啊 你没有养家活口啊 你老婆这么辛苦啊 怎么样子 她有一天有一个朋友 那个朋友之前有在支持我们的事工 他就在看我们讲说 你老公去做这个样的事情 你不觉得很辛苦吗 你们的家庭要怎么维持啊 你这个样子 你为什么不现实一点 那他也是个基督徒 他看到我们在做的事情 也觉得我们做得很好 但是他就是没办法突破这一点 觉得说 我们就是要现实一点 我们就是要向前看 我们就是要把 这样子的一个事工摆在我们的金钱之后 有钱的之后再去做事工 对我觉得其实这种想法 我可以理解 但是这种想法 其实是非常非常危险的 就很多人会讲说 你现实一点了 现实一点了 我想说 到底什么是现实 你认为神的应许是现实 还是你认为你眼睛看到的这些东西是现实 曾经有一个年纪蛮大的一个牧师 他有一次来到我们的教会 后来结束了之后 就大家坐在一起吃饭这样的 然后那个牧师 那个老牧师跟我聊了几句 这个年轻的姐妹真好啊 是不是 开始问我 很多人见到我都会问我的一个问题 就是你结婚了没有啊 那个老牧师 一看说 这个姐妹挺好的呀 你结婚了没有啊 我说还没有 他就说 那你这个婚姻的问题 你今年多大了 就问我 我说我三十了 你都三十了 那你这个婚姻的问题 你打算怎么办呢 我说也没什么好担心的 我说就交到神的手里就好了 神什么时候给我 就什么时候给我啊 神有他的时间 那结婚 不结婚就不结婚 就这样子 然后说 是啦是啦 神一定会祝福啊 可是呢 我们现实一点来看 他当时话锋一转 他说我们现实一点来看 他说 你现在已经这个年纪 你如果要是再不快一点结婚 你再不赶紧找的话 你以后这个生孩子很有问题啊 会很困难啊 等等等等 他就讲出了一系列 现实生活中的困难 我当时就想说 牧师啊 你相信神会为我预备吗 还是你相信你现在眼睛看到的现实呢 对你来讲 你的现实到底是什么 其实当时 有让我思考很多的问题 在跟他对话了之后的那几天 我一直在想 我想说 那你的现实到底是什么 就是是眼睛能看得到的吗 还是你相信神真的有应许 其实我觉得每一个人都会这个样子 我们刚开始做事工的时候 也是有很成功的这个生意的老板 就跟我讲说 我们一开始没有钱嘛 我想说 你可不可以试着来资助我们的一切 他就说 你没有钱 你做什么事工啊 我是赚了钱之后 我才去做这样的事工的 我是赚了钱之后 我才去做这样的事情 我赚了钱之后 我才能帮神做事 你们现实一点好不好 你们不要觉得说 你什么都不要做 那其实我们是做的 其实是非常非常辛苦 而且我们愿意去做这个样的事情 因为这个对我们来说是有意义的 而且我觉得是神的应许 而且神的calling 去做我们这样做的事情 但是那位大老板 他说的东西是非常多的机构 还有我们听到非常多的机构 还有非常多的基督徒 非常多的牧师他们的想法 尽管他们是一个有头有脸 在上掌权的一个人 但是他们还是这个样子想 神都会嫁给你 但是其实他们移到了 现实的状况的时候 他们其实对这些东西 是非常陌生的 而且基本上是不相信的 那这几乎是 所有人的生活模式 不然就是生活 不然就是工作 但是基督徒 是不应该有这个样子的 一个生活模式的 刚刚你这个问题 对不对 就是那个老外问你这个问题 你是为了工作而活 还是为了活着 是为了工作 这个想法是非常非常奇怪的 对 我觉得他就是 当时是特别想要为难一个人 证明他自己很聪明 所以他抛出来一个问题 类似于是 是先有鸡 还是先有蛋的 这样一个问题 所以他觉得 好像把这两个词 反一下反一下 就怎么反 好像都是对的 你要证明 就是说你这个人 必须要臣服在世界之下 你这个人 必须要顺应世界的潮流 你这个人 必须要降服在金钱之下 这才是你 能够活的唯一方式 这才是你 唯一应该拥有的人生的目标 跟目的 他没有一个真正的答案 但是他认为 他这个答案是OK的 所以他觉得说 他百思不得其解 他要把这个问题抛出来说 那既然你说 人不应该做金钱的努力 他说 那我现在就来证明 告诉你 人必须要做金钱的努力 真的就是这个样子 先有鸡还有先有蛋这样子 我们通常问这样子一个 好像死循环的一个问题的时候 我们最常忽略的就是神 就是先有神 才有鸡才有蛋 对 那我们活着也是一样 我们只为了神工作 我们工作也是为了神 我们生活也是为了神 这是圣经里面 每一篇都在叫我们去做的事情 我们工作 我们要不要工作 工作带给我们快乐 工作带给我们目标 工作带给我们满足 我们生活也带给我们满足 为什么 这些东西是因为 我们在跟随神的时候 获得满足 而不是工作可以让我可以生活 生活之后可以让我继续工作 这样子的一个死循环 你要不然就是工作的努力 要不然就是生活的努力 你只有靠神的时候 你才会得到真正的满足 他刚刚也说到 你只要躺在家里 什么都不做就好 对 他说既然你的神 什么都会给你的话 他说那你就躺在家里 什么也不要干就好了 你就躺平就好了 这是一个多么奇怪的一个想法 你会觉得躺在家里 什么都不做 就叫做满足吗 就叫做快乐吗 对 我觉得这个是他认为的一个相反 就是他认为的 当你什么都有了之后 你得到的结果就是躺平 所以他觉得这个东西 是成一个相反关系 但其实根本就不是 你去做什么 或者是你的行为 或者是你对神的信心 或者是你做的所有事情 其实跟你拥有多少 一点关系都没有 其实是这个样子 但是他认为的就是 你只要赚够了钱 就好像你说的 赚够了钱 为什么要拼命赚钱 为的是有一些什么也不做 所以他认为关系是这样的 我为什么要努力赚钱 因为我努力赚钱 我就是为了要躺平 那他既然说 那既然上帝给你所有的东西 那你就在家里躺着 什么也不做就好了 所以这是 我觉得这是对你 生命的一个认识 就是人为什么会存在在这个世界上 你存在的价值和意义是什么 我存在的价值跟意义是什么 如果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 或者上帝创造我们 我们有灵魂 有肉体 我们生活在这里 如果神创造我们的目的 就单单只是为了让我们 为了我们自己的口粮而活的话 那你得到的结果就是这个 你就是躺平就好了 什么也不要干就好了 这也是为什么 现在很多 就是说我们什么事也不要管 我们躺平就好了 我觉得其实最根本的原因是 他们不知道上帝创造他们的目的 还有意义是什么 就是why do we exist why do we exist 我们真的是像什么 什么那个所谓的科学家 研究出来什么 宇宙大爆炸 砰一下一炸 炸出你来 炸出我来 是吧 炸出个爱因斯坦 炸出个爱迪生 是这样吗 不是啊 把这宇宙什么全都炸出来 又那么有规律 不是这个样子 我们不是说 莫名其妙的一个爆炸的产物 我们也不是莫名其妙的什么 一群什么 有那种什么 其他创造论是吧 那个外星人 怎么怎么地 蜥蜴人 阿努纳奇 对 如果这个根源 没有搞清楚的话 我们 这个世界真的就会越来越 每个人就是 不会有人生的目标 意义跟方向 因为你不知道 你为什么被创造 其实上帝设计我们 是设计的如此精密 他在创世以前 他就已经认识我们 而且给我们有美好的 人生的命定 这是神计划好的 所以 这个神赐给我们丰盛的一切 相反的 其实并不是说 你在家里 躺着什么都不干就好了 那就证明 神创造你是一个懒人吗 你就是这一团肉吗 你就是一堆细胞在那里吗 其实根本就不是这个样子 上帝创造我们 是为了 让我们成为他 圣洁的荣耀的器皿 让我们去做 神要我们做的工作 然后我们顺服神 我们求他的功能 他的义 我们成为他 圣洁荣耀的器皿 然后上帝把这一切 加给我们 所以这相反的并不是说 躺着什么干 什么都不干就好了 是上帝赐给我们 我们 因着顺服上帝的话 我们去服侍其他人 我们去服侍神 这是两者是互相 这就是一个 人对于自己生活的 一个深度的一个感觉 深度不同的 如果说你的 生活是非常表面的 那你就是 只是在表面而活 再提到一个就是 快乐跟满足的不同 很多人觉得说 快乐就是满足 我的满足就是 不停的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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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是一个 非常非常糟糕 而且是 让这个世代 不断的堕落的 一个主要原因 我们现在的人 一直在追求快乐 我们星期一喝酒 星期二去夜店 星期三 什么什么什么东西 我讲个最简单的例子 而且大家都可以了解的例子 性爱是非常快乐的一件事情 你在性爱的时候 你会知道当下有一个小小的满足 但是不深入你的生活 为什么人在婚姻里面可以得到满足 为什么人在一个深层的一个关系当中 可以得到满足 最主要就因为那个人的人生的深度 是在那个地方的 满足的是他的人生 而不是他当下的快乐 如果我们一直只追求性爱 一直只追求当下的一个快乐的话 那你的人生就永远不会得到满足 你越追求就会变得越空虚 而且越失落了 你会发现说 这些东西是没有办法长久存在的 不管是你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金钱也好 很多人一瞬之间失去金钱 你原来也有过 也有过这种经验 你本来很有钱 突然一瞬间就什么都没有 那当你什么都没有的时候 你会发现 原来这些东西是这么空虚 这么短暂 而且是 其实是你作为一个人来讲 根本就不需要的 所以现在在这个世界上面 很多东西想要做我们的神 但是人往往没太 对这些东西有意识 就会觉得说 我是基督徒 那我侍奉的就真的是神 但是其实不是 为什么圣经里面告诉我们 讲到说 你不能同时侍奉两个主 在这里讲到 人与金钱的关系 人与金钱 还有与神的关系 那马太福音六章二十四节 在这里告诉我们说 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 不是恶这个 爱那个 重这个 轻那个 你们不能又侍奉神 又侍奉马门 这句话呢 你们不能又侍奉神 又侍奉马门 第二个这个侍奉啊 在英文版的里面是奴役 你不能又侍奉神 同时又是被金钱奴役的 换句话说什么意思 就是你把什么东西 当成你的神 就是你看什么东西为重了 你为什么而活了 你是被什么东西所奴役的 所支配的 你是不是被金钱所支配的 你是不是被金钱所奴役的 就像这个人讲说 我我工作 我为了还我的房贷嘛 我必须为了我 为了我的房贷 所以我必须要当成金钱的奴隶 其实是这样吗 不是这样的 因为圣经告诉我们 我们已经被神在真理里面释放得自由 而且圣经告诉我们说 我们不能同时又侍奉神 而且又被金钱奴役的 说实话 金钱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根本就是无权无分无地位 他是谁 他能奴役我们吗 其实我们根本就是完全有权柄 说你不能够奴役我们 你是谁 你的bank account是你的 不是你是你的bank account的 对 非常明显的一个这个讲法 对 但是很多时候我们被这种思维 或者我们被这种思想捆绑 哪怕是我们已经受洗归归到神的名下 我们还是被这些东西捆绑 我们被这种这个金钱的方面捆绑 我们被各种这个利益 或者是什么所有的东西 只要除了神以外的东西 你认为非常重要 重要到超过神的 那这个东西就是你的神 所以你相信什么 你看什么为重 什么东西就是你的神 你相信钱能拯救你吗 如果你真的去问大家的话 你认为什么能够救你 当你产生一个经济危机的时候好了 你觉得什么东西能够救你 绝大多数人会说 钱能救我 因为我产生了经济危机 那解决的方法就是钱 不是 是神能救你 不是钱能救你 所以你相信什么 看什么为重 什么东西就是你的神 如果你觉得钱才能够救你 那么钱就是你的神 如果你觉得说你做好事 很多人就说 我不用信主 我只要做好事 我做善事 我就可以上天堂 如果你觉得你做好事 或者是你按照宗教的规章制度 去做什么事 就能够得救的话 这样的一套体系 这个东西就是你的神 它有奴役你的这样一个权柄 而且如果你要按照他们这个东西的游戏规则去做的话 你到最后得到的就是审判 加拉太书 在这个最近我们小组在查加拉太书 我就突然想到 因为这个事情发生了之后 我就突然想到加拉太书里面有讲到 加拉太书三章 在这里说 凡以遵行律法为本的人都在咒诅之下 因为圣经上说 凡不遵行律法书上一切命令的人 必受咒诅 非常明显 没有人能靠遵行律法 在上帝面前被称为义人 因为圣经上说 义人必靠信心而活 律法并不是以信心为本 而是说遵行的人必存活 什么意思 就是律法里面是没有生命的嘛 你如果要是相信说 我只要按照这些条条框框 我做完的话 我就能够进天堂 我只要按照这些条条框框来做的话 我就可以变成一个 什么完全的人或者怎么样 他说不可以的 为什么 因为律法在这里讲说 你遵行的人必存活 我们都知道 我们没有办法完全律法 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如果说你认为律法是你的神的话 你认为说我只要把这些东西 我都尽善尽美的都做到了之后 我就能够存活 不可能 这个是完全一个乌托邦的谎言 但是这里圣经上讲的什么 圣经上讲的说是 义人必靠信心而活 信心是你把你的信 你把你的神 你把神当成是你的神 而且你对神有完全的信心说 神已经赐给我生命 那么你就不在律法审判之下 因为你不以律法为本 你以神为本 所以律法说 你必须要按照我这一套 你才能够存活 但是神说 你信我你就得活 那这个不是 就在讲说什么阴性成义 什么各方面这些东西 不是说你只要信 律法不重要 律法是非常重要的 你因为信耶稣 所以你去追求 你要怎么样完成这一套律法 你因为信耶稣 你因为爱耶稣 所以说你愿意去做这个样子的事情 很多的神学在那边吵来吵去 说什么 律法比较重要 爱比较重要 你律法就是法利赛人 其实他们两个说法都没有错 但最主要的是 我们要爱神 所以说我们愿意去完成律法 我们完成律法不是为了得救 我们完成律法是因为我们爱耶稣 同样的律法可以变成你的神 如果你相信律法的话 那神就会用律法来去审判你 如果你相信爱的话 你觉得就是一切东西只要爱 一切只要爱 什么都包容 我们什么都不要讲话 那你就不知道什么叫做真正的爱 你就没办法去完成爱 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一点 是非常非常清楚的 就是我们没办法靠我们自己得救 我们只能靠信靠耶稣得救 只有耶稣才可以帮助我们完成爱 只有耶稣才可以帮助我们完成律法 只有耶稣才可以帮助我们进入到神的国度里 我们靠自己是一点用都没有 不管我们怎么样爱别人 还是怎么样遵守律法 我们生命都没办法得救 我们要知道这一点 我们才可以真正的去了解圣经 然后新约跟旧约才可以make sense 不然在很多情况下 新约跟旧约是冲突的 那所以我们刚才讲到 是信律法还是信神 就是律法有可能变成我们的神吗 那其实如果你把律法换掉 什么东西都可能变成我们的神 除了神之外对不对 金钱也可以变成我们的神 那如果说你要把金钱当做你的神 就是金钱至上的话 你就必须按照金钱的规则去生活 你就必须要按照金钱的这一套 它的游戏规则 你去遵照他来做 但是我们知道 只有神有赦罪的恩典 你把其他任何东西当成神 他们都没有赦罪的恩典 只有神有赦罪的恩典 只有神让我们能够获得生命 所以我们愿意按照神的律法去行 就像你讲的 就是说我们为什么要去做这些事情 为什么我们要抛弃金钱 不要让金钱做我们的神 为什么我要抛弃律法 不要让律法做我们的神 而是要真正让神做我们的神 因为只有从这个根源出发的话 我们才能够真正得神的心意 我们真正才能够按照神 想要我们去做的方向去做 那在马太福音呢 真的是告诉我们 这个六章二十四节 刚才讲到说 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 不是恶这个 就是爱那个 种这个青那个 不能又侍奉神 又侍奉马门 在这个紧接下来 这是六章二十四节 在二十五节紧接着 他就告诉我们 不要侍奉马门之后 就告诉我们说 你们一定要放心 你们不需要为这些事情忧虑 因为神太知道 我们把太多的重心 我们把太多东西放到金钱上面 我们认为金钱可以解决 我们很多很多的问题 我们太过于依赖这个东西 所以神告诉我们说 你们不要去侍奉马门之后 告诉我们说 你们一定要放心 你们不要有任何的忧虑 所以接下来这节圣经 是我们非常非常熟悉的 二十五节开始 告诉我们说 所以我告诉你们 不要为生命忧虑 吃什么 喝什么 为身体忧虑穿什么 生命不胜于饮食吗 身体不胜于衣裳吗 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 也不重 也不收 也不积蓄在仓里 你们的天赋尚且养活他 你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 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 使瘦数多加一克呢 何必为衣裳忧虑呢 你想野地里的百合花怎么长起来 他不劳苦 他也不仿现 然而我告诉你们 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 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 你们这小心的人呢 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 明天就丢在炉里 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 何况你们呢 所以不要忧虑说 吃什么 喝什么 穿什么 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 你们需用这一切东西 你们的天赋是知道的 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 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 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 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 一天的难处 一天当就够了 所以在这里 神不断的还给我们举例子 不断的跟我们强调 就是说你们不要担心 你们不要害怕 说你们明天没有吃的 没有喝的 没有穿的 跟我们举例子说 你看这个天上的飞鸟 他啥的也不干呢 你说你人干的工作 哪一个飞鸟能干 飞鸟不可能去当银行家 飞鸟不可能去给人打工 飞鸟什么也不干 他说你好像看他什么也没干 天赋养没养活他 更何况你们比飞鸟还贵重得多 神用各种各样的比喻 告诉我们说 你们不要忧虑 你们不要担心 你们没有吃的 没有喝的 你们不用担心 等等等等 所有这一系列的问题 神告诉我们说 你们都不需要担心 而且他告诉我们说 神赐的比金钱给你的更好 他在这里举了一个例子 他说野地里的百合花 啥也没干的 他咋长起来的 野地里百合花 可没给人打工去 他没上纺制厂去做女工 对不对 这个野地里的百合花 他不劳苦 他也不仿仙 他啥也没干 但是神给他的恩典是什么 神给他的恩典 比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 这个花比所罗门王 用金钱 极荣华的金钱 买来的一身穿搭 还要更美丽 因为这个是天赋赐给他 天赋免费给百合花 他说你看我给百合花 都给这样子 所罗门王最有钱 他最荣华的时候 他身上穿的 都不如这个花一朵 最主要是 你看上面讲的 神给的这些例子 耶稣给的这些例子 全部鸟 还有百合花 这些都 他们都是 fulfill 他们的purpose 他们在这个世界上面的purpose 我们的purpose 不是在这个世界上 什么都不做 飞鸟 它也要去 竹槽啊 也要去找东西 人家可忙了 对对对对 你去看一下那个鸟 每天在干什么 你就知道了 百合花 它在那个地方 你看它没事 它也要长出来 你没有 它也要长根各方面 每一个东西都有 它在 神创造出来 都有它的意义 蟑螂跟 蟑螂老鼠 什么藏羊 对 那我们人 我们人也有我们人的意义 我们存在 有我们存在的意义 我们每一个存在的人 我们都是要去使用我们的talent 使用神赐给我们的 来去创造更多的东西出来 我必须说 在这边想说 我们赚钱有一天就是为了躺在那个地方 什么都不做的 这是个非常糟糕 而且非常丧志的一个想法 对 而且如果说你这样子想的话 你很有可能 第一个 你真的就是什么都不做了 你只能有一天的时候 像说 我只要有多少钱的时候 我就躺在那个地方 什么都不做 通过膨胀之后 你的钱变少了 你那个美金的价值变低了之后 你就什么都没有了 那另外一个可能就是 你变成金钱的努力 你变成金钱的一部分 你必须要为了你这个目标 在那个样子 一天到晚在那边做 你什么都不要 自杀的人 几乎都是有钱人 自杀的人几乎都是 你认为他应该满足的人 我们每一个人看到那些 什么辛勤欲足的 什么明星各方面的 吸毒自杀在那边 我们每一个人都会羡慕他们的生活 觉得说 哎呦他们过得多好 又有钱又有名 长得又漂亮又帅 好像这个buff已经叠满了 对对对对 但是他们活的是空虚的 他们活的是很可怜的 他们是到处要讨人的喜好 到处要讨金钱的喜好 他们是金钱的奴隶 我们要知道就是我们不是任何的奴隶 我们是自由的人 我们是神带领我们 出埃及 神带领我们得到自由 当我们把神放在我们的心中的最重要的地位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得到自由 我们的自由就可以得到快乐 我们的努力不会是白费的 神会给我们应得的恩赐 然后神什么东西都会加给我们 这是多么棒的一个想法 做功得公价 不是你老板给你的钱 不是你去什么 你去做什么东西 你得到什么 而是你的努力 你是为了神的时候 神赏赐给你的这个东西 我们的频道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例子 三个穷光蛋去创了一间公司 只是为了要经历神 说真的 我们三个去做这些事情 真的就是为了要经历神 我们想要看到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去做什么 这就是我们的寡妇的两个小钱 就是这个样子 请你使用我们 请你用我们 请你带领我们 请你告诉我们 我们接下来要怎么做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棒的一件事情 所以说我真的是鼓励所有的人 不要因为你害怕 不要当金钱的努力 不光是这样 还是鼓励大家说不要以福音为耻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说 好像有一个宗教信仰 好像不是一个特别好的事情 但是不要害怕告诉别人你是基督徒 不要害怕告诉别人说 你就是为了神而活 这有什么好笑的 我都不知道那三个人笑我到底笑什么 我说我only work for God 你笑我干什么 他们可能是觉得说 天方夜谭 God是什么呀 所以我说我only work for God之后 他们就说 那God给你什么了 我说God gave me everything 我所有的都是神给的 然后他们就觉得说 这个人到底在说什么 对 而且就是尤其是里面 基督徒也不相信 就我说 I only work for my God的时候 基督徒也不明白我在讲什么 然后基督徒也在那边笑 就觉得说这个人是不是疯了 所以不要以福音为耻 你也不要害怕 因为神 你知道神真的就是真实存在的 很多 或许很多基督徒没有那么成熟 他在神 在他生命里面做了什么奇迹的时候 大概只有那一刻 相信说好像真的有神 是不是 所以他大概信神 相信神存在 或者神真的会在乎他的比例 大概有个百分之二十 百分之三十 或者什么什么之类 所以也不要期待太高了 就是当你说出这种话的时候 有人嘲笑 好像也是一个蛮正常的事情 虽然我不知道他们到底在笑什么 我觉得好像 only work for God 比work for money 高尚多了 不是吗 或许他们会觉得说 这是不是有点太过高尚 就听起来太好听 所以他们笑 其实笑的原因 我不太知道完全是什么 但是 的确有这种现象存在 所以我觉得大家就是不要担心 不要说因为他们笑 或者是他们不认同 你就不是基督徒了 他们不认为有神 那就真的没神了 拥有神跟你对神的信仰 跟其他人其实一点也关系 也没有 所以不要害怕宣告你的信仰 不要害怕暴露你的身份 也不要害怕活属你的信仰 好好按照基督徒的这样的标准 跟要求去生活 告诉别人说 我是基督徒 你有困难的时候 你可以来找我 或许我可以帮到你 那我在这边加最后一点 这个可能跟这个主题 关系比较没有那么多 但是我想要讲 各位知道 Israel跟Islam的差别吗 Islam 伊斯兰教的意思是 submit to God 就是服从神 Israel的意思是 struggle with God Israel是struggle 然后L是God 所以说我们要看 这样子的一个情形 在我们的信仰当中 挣扎是非常非常正常的一件事情 当我们有挣扎的时候 才表示神爱我们 神给我们自由 神不会让我们有一个 全部平顺的一个人生 一个生活 神会让我们在挣扎当中成长 会在挣扎当中茁壮 我知道我们这样讲的东西 很多人没办法理解 觉得说我信神的时候 神就是应该给我祝福 我丢几个香油钱 他就应该给我十倍 各方面的这样的东西 这样的想法是错的 挣扎会让我们成长的更多 挣扎会让我们更仰望神 挣扎会让我们更认识神 所以真的不要以福音为耻 很多人会觉得说我们做这个事工 走火入魔 对 就是说你们这两个年轻人 这么年轻 怎么会被骗成这个样子呢 浪费时间干嘛去干这些事 干点别的都不好嘛 对啊 你好好地去做你的那个服装设计 你好好去拍那个电影 多赚点钱 不是买个更大的房子 还不是比较现实一点吗 那样更荣耀神 对 那我们要的不是这个 我们要的 我们有在挣扎吗 在外人看起来可能是觉得在挣扎 但是其实我们非常享受这一切 我们非常的珍惜 我们每一次在节目上面跟大家说话 我们非常珍惜 我们每一个订阅 我们非常珍惜每一张支票 我们在一个挣扎当中 得到的祝福的时候 我们会变得更快乐 我们会看到神在我们生命当中一点一滴 让我们成长 带领我们成长 所以这个东西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要追求的 所以就跟你刚刚说的一样 千万不可以以福音为耻 因为你活着不是为了工作 你活着是为了神 你工作不是为了钱 而是你工作是为了神 当我们有这个样子想法的时候 我们才可以真正活出自己 真正得到快乐 真正得到满足 真正的可以认识神 真正的可以更了解我们自己 好那非常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你曾经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 你一个基督徒在众人面前孤军奋战 你一说你是基督徒 别人就说哈哈哈哈 又有基督徒 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 或者是有类似的经历吗 都欢迎在下面跟我们留言 或者是你看完了我们这期节目 你有没有任何的感想 你有没有觉得说马门跟钱之间之类的这样的 你有没有这样的纠结或者什么 任何的问题都欢迎在下面跟我们讨论 好的非常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我是弗丽莎 我是Ethan 就下次再见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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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nan